原始点医学完整版 张昭汉医师著2021年11月出版发行 4.诊断与治疗 医学包括理论与临床 就理论而言 原始点医学认为 生命要靠身体的组织器官运作来维持 而推动组织器官正常运作 需要充足的能量 此能量称为热能 因此 所有疾病症状 不外乎源自两个层面的问题 一是身体组织器官运作失调的体伤问题 二是身体能量不足以供应 组织器官正常运作的热能不足问题 就临床而言 原始点医学通过按推与热源 亦以实证出 所有疾病症状皆因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体伤分为他处体伤与患处体伤 可直接导致症状 热能不足则可影响体伤 再由体伤导致症状 一级有症状 必有体伤 身体为了自我修复体伤 必会消耗更多热能 所以体伤严重 会使热能不足体力虚弱 反之 热能不足也会使体伤恶化 症状加重 陷入恶性循环 由此可知 体伤与热能不足彼此相互影响 共同左右着病情的变化 故治疗疾病必须按推与热源并用 才能同时解除体伤及改善热能不足 虽说在诊疗上 通过观察症状就可从果推因 以医疗保健支援 从因解除症状 但能使原始点医学的因缘国理论 及诊疗方法完全落实到临床 达到视力如一 是在按推与热源的实证基础上 经不断研发归纳才完成的 此疾通过观察体力虚弱病症 知有无 及症状应属何种体伤所致 来推断疾病之轻重 及体伤位置 以决定按推与热源的治疗原则 使体伤及热能不足得以改善 从而达到保命 及疗愈疾病的目的 且在做出大量案例后 方能渐往之来 总结出治病所需时间 及医学有效范畴 此外找出原始痛点按推 即可快速解除它处体伤 使疾病消弭于瞬间或无形 达到医疗治疑病或治未病的目的 又可在其治疗过程中 分辨乙病或未病之体伤位置 使诊疗得以融合为一 一步到位 由于热能严重不足 会减弱体力危及生命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原始点医学的诊疗方法 首先需分辨疾病之轻重 此即通过观察 有无热能严重不足的 体力虚弱病症 若有极为重病 若无极为轻重症 之后才能分辨疾病之体伤位置 其方法需按症状区别对待 状的体表组织受损 必属患处体伤所致 目视即可分辨 症的体伤位置 则它处患处皆有可能 故通过观察症状 虽可推断疾病之体伤位置 但这仅供参考并不绝对 仍需经按推原始痛点后 才能确认 此即通过按推 相对应之原始痛点 若有改善 则此疾病之体伤位置 是在它处 此它处是指原始点的 一条脊椎及七处 而在它处体表找出的压痛点 称为原始痛点 若无法立即改善 则此疾病之体伤位置 是在患处 而在患处周围 找出的压痛点 称为患处痛点 虽然在理论上 压痛点代表体伤位置 比如压痛点 在原始点位置 此处的体伤 称为他处体伤 在患处周围 此处的体伤 称为患处体伤 但在临床上 仍需经按推原始痛点后 是疾病改善与否 才能确认体伤位置 且需注意 压痛点与疼痛处不同 前者经压才痛 是代表体伤位置 也是致病开关 故可按推 后者不压疾痛 是代表疾病位置 非致病开关 故不可按推 至于变未病之体伤位置 可按推原始点的 一条脊椎及七处 以找出代表体伤位置的压痛点 由此可见 不论已病或未病 都是先有按推的治疗 之后才有 变体伤位置的诊断 因此其过程 既是治疗 也是诊断 原始点诊疗方法之实践 通过观察 若无疾病 表示体力正常 热能上足 处理上 应以按推为主 热源为辅 可从一条脊椎 及七处 找出压痛点按推 配合外热源温支 以快速解除他处体伤 使疾病消弭于无形 从而达到致胃病的目的 若疾病属轻重症 处理上 应以按推为主 热源为辅 此即通过按推 症状相对应 之原始痛点为主 热源温敷 原始点为辅 若按推 无法立即改善 应以按推 患处痛点为主 热源温敷患处为辅 如此才能达到 解除他处 或患处体伤 所致症状的目的 若疾病属重病 处理上 应以热源为主 按推及其他保健方法为辅 此即先通过外内热源 主要是以姜粉 姜粉泥或姜汤 用于体伤位置 再按推 原始痛点 及温敷原始点 若按推 无法立即改善 应按推 患处痛点 及温敷患处 期间还要配合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 及良好心态 如此才能改善体伤 及热能不足 达到保命 及疗愈疾病的目的 综上所述 可见分辨疾病之轻重 是决定按推 与热源合者为主 分辨疾病之体伤位置 是决定按推 与热源的治疗位置 其中分辨疾病之体伤位置 需经按推相对应 至原始痛点 无立即知效 才能按推 换出痛点 比如 膝盖肿痛 按推 臀部原始痛点 若无法立即改善 才能在其 涵盖范围的膝盖周围 找出压痛点 按推 但解除症状的疗效 按推 换出痛点 只急于膝盖 不像按推 臀部原始痛点 既可急于膝盖 又可急于腹骨钩 大腿 小腿 及脚踝等部位 可见原始痛点 是大开关 而患处痛点 是小开关 此小开关 必须在按推 大开关 无立即知效后 才能使用 但因它 可就近解除患处体伤 所致之症状 以弥补 按推原始痛点之力 有胃带 所以是医疗治病 不可或缺的方法 1.轻重症的分辨 与治疗原则 1.观察症状 若无体力虚弱病症 极为轻重症 此轻重症是指 轻症及重症 2.轻症 症状位于四肢 如吸痛、肘痛、怀肿、腕肿、纸麻等 因不具危险性 故属轻症 3.重症 症状位于头身 如头晕、咳嗽、心痛、胸闷、腹胀、便秘等 因较具危险性 故属重症 4.不论是轻症、重症乃至重病 皆可根据其症状发作之位置 是局部或多处 次数是少或多 时间是短或长等轻重程度 以研判病情好转与恶化 此即症状若减轻 则属好转 反之 症状若更加严重 则属恶化 轻重症表示热能不足 还未严重 应以按推为主 热源为辅 如此处理 症状却不见改善 最有可能出问题的是手法 其次才是热源 此即手法 需通过原始点位置的深前 乃至上下左右 已找出压痛点按推 而按推要先按后推 且按要由轻而重 由浅入身 推要前后均匀来回 力道不能太生硬 并需配合身体姿势 外内热源 则需直接用于体伤位置 但因轻重症的体力上加 所以 外内热源的使用 只需改善局部的热能不足即可 比如 窗口 眼肿 鼻色 便秘等 可用浆洗窗口 洗眼 喷鼻 灌肠 而不必喝 可以改善全身体质的浓浆汤 如此就能加强改善 特定部位的体伤 其热能不足 由此可见 医者面对轻重症 乃至重病 皆需精通理论 及勤炼手法 才能通过观察症状 以决定按推 与热源的治疗原则 从而达到解除他处或患处体伤 所致症状的目的 二 重病的分辨与治疗原则 一 观察症状 若有体力虚弱病症 极为重病 二 重病若又出现体力下滑 愈来愈弱 即表示热能严重耗损 显向隐现 虽没有立即生死之余 但短期 恐难以恢复 三 重病若已恶化到 体力急速下降 且情况紧急 如 食不下 排便困难 失眠 保瘦 高烧 腹泻 面无光泽 声音微弱 全身无力 身体水肿 气喘 呼吸困难 意识不清 胡言乱语 眼神 呆滞涣散 昏迷 不能表达等 有多个同时出现 则表示热能即将耗尽 命危已现 重病表示热能严重不足 所以为了保命及自愈疾病 处理上应以外内热源为主 按推及其他保健方法为辅 可见重病处理 手重改善热能不足 其次才是解除体伤 由于热能反映在体力 体伤表现在症状 故研判病情好转与恶化 重病除了要观察症状外 还要观察体力 此即 反之 如见体力渐渐衰退 则属恶化 重病患者 如果使用原始点所有方法 仍无效 甚至恶化 究其原因 不外乎有两种情况 一 方法没有落实 如外内热源的使用 无法直达体伤位置 按推 运动做不到位 观念不清 情绪 起伏太大 太过劳累的 上述情形 为了加强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患者必须在生活中 通过外内热源 主要是以 姜粉 姜粉 姜粉泥或姜汤 机油灌肠或大面积涂抹等 使热源 直达体伤位置 直接温暖组织器官 其间不仅要配合医疗保健支援 如按推压痛点 温热性饮食 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 良好心态 即保持室内温暖舒适 安静整洁 空气流通 还要避开伤身致病之源 包括手术 含量性药室 及各种点滴 如葡萄糖 食盐水 白蛋白 抗生素 利尿剂 如此才能加速疗愈疾病 使重病患者转危为安 二 方法有落实 此情况又可分成两种 一 这是体伤修复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一级研判病情终将好转 以原始点的诊疗方法继续处理 二 这是无法从阴治愈的难治治病 一级分析此病 以超过人体能够自我疗愈的范畴 面对这种情况 则需审慎评估从果处理是否有效 若有交由西医治疗 若否最好安于现状 三 生死存亡的分辨 与治疗原则 患者若久久才出现一次喘气抬肩 急促呼吸 则说明热能耗尽 体力衰竭 大限一致 处理原则 绝对要避免徒增患者痛苦的抢救 如压胸 CPR 电击 气切 插鼻胃管 插导尿管 以及无谓的治疗 包括任何含量性钥匙 乃至各种点滴 以不可畏食温热性钥匙 急按推原始点 此外 周遭的人要管控情绪及音量 让患者能保持神识清明 安详此事 如果还能根据患者的信仰或习性 善加开导 使其放下尘世所有执着 则是临终一大助缘 四 研判治病所需时间 一 急性病 如感冒 呕吐 腹泻 排便困难等 又入乳 或一般急性外伤 如红肿 破皮 出邪等 约1-7天 2 急性病 且体力虚弱 或严重急性外伤 如烫伤 毒液灼伤 肌肉肿胀撕裂 骨折等 约7至30天 3 慢性病 如行动迟缓 全身无力 异常疲惫 声音微弱 面无光泽 肢体冰冷 肢体水肿 肌肉萎缩 肌肉腐烂 坏死等 又入西医 止肋风湿性 关节炎 帕金森氏症 小脑萎缩症 眉睫综合症 自闭症 植物人 剑动人 红斑性狼疮 牛皮血 乃至肌瘤 癌肿瘤等 约1至3个月 最严重者 约3至6个月 4 慢性病 若通过 所有诊疗方法 经半年 仍无效 甚至恶化 则属难治之病 5 研判医学 有效范畴 即慢性病 通过原始点 诊疗方法 若无效 甚至恶化 经研判 此病无法 从阴治愈 或急性外伤 如脱臼 断肢 粉碎性骨折 乃至 误吞鱼刺 等组织受损 只需通过观察 就能立刻分辨出 此病无法 从阴治愈 上述 这些无法从阴治愈的患处体伤 所致之症状 则属原始点 力所不及的范畴 需审慎评估 从果处理 是否有效 若有 交友 西医治疗 若否 最好安于现状 反之 其余 可从阴治愈的患处体伤 以及他处体伤 所致之症状 甚至通过按推 原始点位置的压痛点 以致胃病 则属原始点 力所能及的范畴 此范畴 与中医较为类似 与西医 则相去甚远 原始点医学 与西医最大的差异 是从阴治病 以症状 作为诊疗对象 正因如此 对于急性病 如感冒 食物中毒 药物过敏 毒物所伤 毒气所伤 烫伤 脑中风 癫痫 心肌梗塞 肠梗塑 急性肠胃炎 急性肾衰竭 胎死腹中 慢性病 如糖尿病 高血压 白血病 淋巴癌 肺癌 类风湿性肺炎 帕金森氏症 眉睫综合症 小脑萎缩症 四臂症 植物人 剑动人 红斑性狼疮 牛皮血 异味性皮肤炎 不论被西医诊断为何种病名或病因 分属轻症或重病 内科或外科 原始点的处理原则都是一样的 即通过观察症状 以按推 热源 及其他保健方法 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如此诊疗 不仅可治乙病 还可治胃病 相较之下 西医以仪器取代观察 试图将检查出来的异常 及组织受损 当成疾病之因 或将异常 当成疾病本身 而加以治疗 在理论上 此以犯了倒骨为因 及老病不分的过失 在临床上 如此诊疗 未必能反映身体的真实状况 也未必能解决疾病 甚至还超出致病范畴 又西医从骨治病 只有医疗 而无保健 并从患处下手 所以通过西药 虽可改变组织器官运作 暂时抑制症状 却难以改善体质 彻底疗愈疾病 通过手术处理异常形态 及组织受损 固然有助于疗愈患出体伤 所致之疾病 但未必有助于解除 他处体伤 所致之病症 且手术及西药 会严重破坏身体 及消耗热能 对重病患者 不仅难以治愈 甚至还会危及生命 解决指导 原始点医学的诊疗方法 是通过观察症状 推断疾病之轻重 及体伤位置 以决定按推 与热源的治疗原则 并在日常生活中 配合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 良好心态 来改善体伤 及热能不足 提升人体的免疫力 自愈力 如此不仅可达到保命 及疗愈疾病的目的 还可受因变果转之效 同时解除 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 及组织受损 此外原始点的诊疗方法 亦以广泛应用于动物中 比如牛、马、羊、鸡、猫 狗、狗、猪 而获得很好的成效 假以时日 面对禽流感 或可不再铺杀 取而代之的是 人性化的处理 也有外热源 用于植物的成功案例 但因个案太少 未成气候 但亦值得期待 一人为伴 一并为师 永远不停步 永远不停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声拍摄